比赛选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 中国选手刘闯 下面比赛开始 下面比赛开始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士杯 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志导晚上好 阿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菲律宾的球手伊格纳西奥 对阵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辽宁的球手刘闯 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胜部的比赛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刘闯是战胜是战胜了李博进入到胜部 而伊格纳西奥是战胜了来自德国的美女球手 维罗尼卡伊万诺夫斯卡进入到了胜部 刘闯啊 我们在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的比分里啊 能够看到第一阶段是8比1领先李博 是的 证明他今天的这个手感状态是不错的 那么他晚上能不能延续呢 这也让大家来看一看 并且TV台跟公共比赛场地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尤其这种压力吧 可能多少上来都会有一些手紧 冲球局面不错 花色球可以率先入局 那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最后如何做开啊 12号球 最好能留一个角度啊 从下往上 那这一杆是有机会的 他量的这个位置 这一杆就如果打14从下面绕的话 贴着11去勾12号还是挺难的 右边有个中带的15 主球要跟5号跟11号就中间啊 整体能两过 看效果 关键就看11啊 有没有线 12号球左下球肯定是没有的啊 这边4号球挡住了 现在这个位置啊 大概看11还是有些微妙啊 这个 不太好判断 而且屏幕上能看到啊 15号球 我们屏幕下方中带呢也是没有 红三挡住了一个下球点的位置 看会不会啊 如果挡住十一的话会不会强薄啊 上方的中带 还是够 还是要带一杆 嗯 或者是要带一杆 是要带一杆 那他也就会强薄的话 小三挡住。 比较更猪 安全的 从画面上看还是可以 但是实际效果上在现场应该特别薄 有点小静电 能看到12号有点转 伊格纳西奥一上场是不用太着急去攻 屏幕右下方红三做一段防守 伊格纳西奥来自菲律宾 这一次有两位菲律宾的球手 一位是伊格纳西奥 还有一位是楚阿 伊格纳西奥 这个力量感觉好像有点过头 是不是够打了 角度很大的伊格纳西奥 而且白球要从上面绕裤子下来 而且白球要从上面绕裤子下来 漏机会 不过这段机会也不算特别好 黄伊呢 右上脚底带的角度还是有点大 直接进攻7号球 右下脚 12号这边应该是有点大 看机会 可以找机会再防一个 毕竟现在一上手就是一个难度球 还是不好 还是要包中弹 比较大 力量合适 调回来 靠球 看角度 可不可以停住 打完之后呢 左边继续打4 然后下面打3 或许 或许 是不是有点像 下角度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的话 可以滴开往回 顶一下4都没关系 直接上去了 那么打7 6 2号 打2号 底带能再向下过度 这次我们可以来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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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王爷 波瓷 郑宇波 这都有可能 焦中段轻轻一点就好了 第一局 杰弗瑞·伊格纳孝顺 图身一级零 按摩 转唤 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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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杰弗瑞一个纳西号开球 但是先问一下 在几的阶段 会有空调 在这中阶段 うま 还有 中阶段 最后 这个阶段 打单色的话呢 二号球多少会影响一些出杆 看一个哪些号的选择 还是花球 对 习惯性的带着很强的旋转 对 右侧旋转 完全是个人习惯 正常向我们打 如果说不要球走两库的话 直接递杆上去了 然后现在白球也会离库边远一点 太多了 这个明显力量太大了 看八号球 左下方 15号 能不能达到 如果打9号就右下方抵戴 是一个角度很大的 需要横台 需要低跟横台 不知道一个哪些要这边的准度 能不能支撑 10秒 延时 还是打15了 平旗能看到很明显带着赛打的 他更习惯这样子 而且要K球 他感觉是不是白球跟一号球形成的粘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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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销这边也是在考虑 我下低竿白球再往后边 后面来去停 这位置放到什么地方 这边打7号 白球弹右边边裤 下来的话还需要力量拿捏 这边直接打 不跑了 贴住 这种球就怕的就是 13号跟左边中带的关系 看样子好像是漏球了 也就是在10号跟黄衣的缝隙中间 左边中带 最差会偷一个角度 感觉这些球员如果说适应了中18球里边 也就是说我们中带的近带的方向跟位置 这能力还是可以提高不少的 是的 这一杆球可是走小了 而且白球靠库边了 它有些球的走位还是在力量上 包括一些主球 旋转上去拿 这位跟库边距离上的保持总是有一些偏差 从他之前的四平战到双崖山战 对 他的这个教位总是给自己出难题 然后又靠自己强大的能力在把难题纠正 看长台 扩大领先优势 第二句 杰弗瑞一个纳孝省 比分2比0 第三句 流传开始 最后 关键时刻有球进 这旁单色球的局面不错 可以选单色球 达金的担当 vuro 就是学区一流 风度 stretch 这是第一种 这足备这是绁一位 stuck 选择 和 。 这样的球较多了 但是还好 缝隙中间能看到4 8号和10号的缝隙中间能看到4号球 正常如果DNS刚才小一点 可以打左边2号 直接下来 先叫下面的1号 包括5号球 现在直接打4 需要从下面再绕了 有把握停就叫红3 没把握的话从下面绕上去 2号可以继续叫中带 又有点多 会不会选一条5号跟14的缝隙中间 高官正常推从14左边过来了 这种球比较好 还是去做3号球 从下午上 更打个安全一点 对 这个方向的话 两颗球里面来看一下这杆球 较五较一 角度大 直接给登上去 还是想顶 就习惯了 这种球 感觉这个球形也支持 那两边都可以打底带 五一 我觉得这个球打完之后呢 不需要强行叫了 停在这里就好了 左边中带黑八也很好打 第三局 流创胜 比分1比2 开球前看 好 好 谢谢观看 第四局 接触瑞 伊格纳西奥开场 伊格纳西奥开场 上手 先打五号球 那么左边这杆球 直接打五 可以去尝试较六 较一个向右上方角度 利用六号球来去衔接K黄一 同时左边和中带的红三可以过度 应该还是有角度 没有问题 那只要看你是正顶 还是弹边裤勾一下 感觉正顶应该效果更好一点 弹边裤勾的话 就有风险 一号跟八号 会容易相贴 这个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拿捏得不错 这个力量 这一出竿 亏了我们泰尼走速快 推得胆战心惊了 黄一 不打吗 肯定是要打的 低杆我会推一点点 打四向上再交七 感觉有点小 是的 还能推 就算能顶到十五包边也没关系 继续 还是低杆 往右边中带 十三跟十五中间下来了 第四局 杰弗瑞一格纳西奥省 比分三比一 开车轻盘 杰弗瑞一格 六五局 流传开车 六五五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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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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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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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